台北地檢署首度以被告身份 传唤前总统马英九应讯 开庭的地方就选在这 20瓶大小原木设系装潢 第一侦察亭装重树木 苹果今天还要再介绍一些小故事给你吃 电影《军官与魔鬼》中 阿汤哥在法庭上与对方争辩 北俭后来就参考这个画面 在03年时花了40万 重新装潢第一侦察亭 前总统李登辉 陈水扁 阿扁的亲家公赵玉柱 女婿赵建明都存在这应讯 如今又有马英九到来 名人侦察亭真的是星光闪闪 送新闻台北报导